当ST模型冥王神话LC天蝎座卡姆迪亚他来了 总继有5负面雕造型可以选择 这次的设计回归了 GT设计师为美而造型的那种原创风格 有点声音神话皇级那意思了 只不过跟前面出品过的黄金圣则是放在一起 很不协调 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接下来先上360度展示 再上拼装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来到剑某的桌面 首先请出神志手锏前 将这个来自ST模型冥王神话LC当中天蝎座 卡路迪亚的副甲 四片手甲 以及五框天蝎的尾巴的这些塑料件 在油道上截下来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金属的哦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组装 首先看一下这个绿色秋衣的素体 外部呢是塑料结构 内部有金属的结构 所以素体比之前紧实多了啊 在这里节目不禁要说一声 软素体的双子座的素体 究竟哪里可以买跟进的造型啊 现在双子座真的是站不起来了 让我们开始进行黄金圣衣的组装 大腿膝盖小腿和金属脚都没有问题啊 这一次的这个造型的一个花纹的刻画 咱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但是跟之前的ST出品的黄金圣衣的感觉 有点差距比较大 放在一起啊 非常非常不协调啊 然后我们开始继续进行组装的是上半部分 手臂啊 上臂 然后手甲 这里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组合度也是可以的 组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继续进行组装的是副甲 先将上胸提起来 然后再将副甲组装上之后将上胸放下去 截止到这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然后我们开始继续进行组装的是裙甲 裙甲一开始是已经组装完成的 我们先把它拆开 然后呢 前面的这个正面裙甲是这个扣型的 然后我们先把它扣住 然后再把刚刚掉下来的后裙甲再扣上 在组装后裙甲的时候 要注意掰一下C扣的角度啊 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咔崩的声音 只要是扣上了 基本上就OK了 然后我们再将胸甲打开 将胸甲安装上之后 将前胸甲组装上 剑膜这里的前胸甲非常的容易掉落啊 所以说建议大家增加一些蓝宁胶 不然的话胸甲会持续的掉在这个地上 或者说是桌面上 最后呢 剑膜将塑料的披风安装上 在安装这个不移披风的时候 有一个进步点 就是里面有铁丝环了 可以有很好的造型感了 但是它的松紧带是比较长的 所以建议大家把松紧道卡在C扣里面 这样的话这个不移披风啊 效果就会比较好了 下面我们进行肩胛和头部的安装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肩胛也可以立起来啊 有比较好的咬合力 然后呢 我们进行头部的安装 之后是面雕 然后将这个后发 以及我们的这个戴面罩的前发组装上 这些节目 我忘了安装后发啊 然后将这个脖子拆下来之后 将后发在安装上 然后我们将最后再安装脖子 以及最后一节的这个天蝎尾巴 然后我们将头部组合在一起 这样基本上就组合完成了 整体的造型滑稽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既不符合漫画 也不符合TV版的一个造型 所以说就像GT设计师原来那种 为美而设计的感觉原创度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的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给节目一个 一键三连哦 拜拜